在他錄像作品裡面 他呈現許多混種的概念 他邀請演員畫著Saya 他一直擅長的色彩心力的一些圖像 在演員的臉上 事實上結合很多他繪畫的元素 他不僅將繪畫的一些點線面的元素 放在錄像作品裡面 他還呈現一種混種虛幻的一種想像 我是利用手工的方式 去模擬數位圖像的像素的感覺 所以是討論網路購物行為 與影像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作品 然後我將它掃描成數位檔案 然後放到一個購物網站上面去 然後測試買家的一個視覺辨識的程度 你對這個東西是否有些疑問 因為網購這個東西就是 當你下飄的時候 商品寄到之前 你永遠不知道你自己買到的東西 到底會是什麼 所以在這過程中就產生了一個 腦補的狀態 然後你會去想像這個商品 真的是你看到的圖案上面的商品 知道嗎 他也是使用關鍵字去搜尋一些 台南就是有名的一些菜色的符號 就是根據傳統的伴奏文化 這樣子的概念去呈現 這一件作品它其實就是一個 流水席伴奏文化的 壞的一個情境 然後這一件是一個古早菜叫做 龍蝦三明治 對 然後其實它的菜就是聽起來 好像很豐富的感覺 中間有一隻龍蝦 然後旁邊都是三明治 然後我也是利用這樣的 對稱性的符號 然後跟我的手工拼貼的 這樣子的技法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也是透過這樣子去 講一個數位的東西 跟傳統文化之間的一個串聯 還有變形 然後那個是主角 對 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玩那種圖像 還有拼接 還有就是當代人運用 數位媒體去呈現的一種視覺感受 大家也要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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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特地跑來 你們沒有搞錯的S.O.我擔走啦